我先跟你打个赌 你手上拿的手机肯定是全面屏手机 如果是的话请在公屏扣1 如果不是请扣2 我想1的数量会大大的高于2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已经彻底到了手机全面屏的时代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号称是 现在你能买到的最能打的老年机 哪里 799块钱买了一个老年机 说实话我拿到这个手机 就被它这个小巧的包装给吸引住了 非常的可爱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参数吧 支持2到4G网络 然后有什么数据限量的三包之类的 也没有什么参数 送了一个1.5A的充电器 我买的是一个64G的 而且这个生产日期就在上个月 2021年的7月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楼山正面目是长什么样呢 哇哇哇哇 一个奶白色的 是一个白色的 非常的好看啊 这个挺好看啊 就是这个是什么 这是啥 车摄像头居然在底下 这里应该是一个 要么是指示灯 要么就是屏幕感应的吧 后面搭配了一个摄像头 说实话700多块钱买一个老年机 我觉得其实是有点贵的啊 但是它为什么那么贵呢 我们就要仔细研究一下 首先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款老年机又是一个学习机 也就是学生用的手机啊 它有一个防尘迷的功能 这个功能非常有意思啊 我们开机先看一下吧 123 走你 轻 哦 它直接就进去了啊 它屏幕呢 雾蒙蒙的 其实是因为贴了一块膜 我们撕开以后 哇好好顺滑 感觉一下世界都清晰了 哇哦 不错哟 诶 你们发现 它没有加装任何的 这么一个第三方的软件 非常的简洁 诶 这个配色也是非常清新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础 信息情况吧 来到设置 储存呢 还有55.92GB 那64GB没有错了 这样用了13% 然后看一下关于手机 这个F21 Pro啊 这个名字也是对标三星S21的 我看出来了 它是一个21 因为它是一个安卓系统的手机啊 那么可以看一下 它是安卓版本 它居然是一个安卓11的版本 安卓11的老年机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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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跳出一个作业榜 然后是辅导员 然后是学儿师 网校 这三个就是为了学生而生的啊 然后又是一起作业啊 摆施展啊 背单词的啊 哦呦呦呦呦 不对啊 流淡英文女 这 没了没了 来看一下 微信可以下 然后支付宝可以 QQ可以 喜马拉雅厅也可以 指导员 拼多多卷可以 那这还不错 然后网易云 诶我们直接搜索就可以了吗 我们搜王者荣耀 没有结果 等等吧 王者你都不知道吗 你太落后了吧 原来他采用了一个 源头式的切断啊 就在源头 直接让你不要下这个东西 那没事我去浏览器下吗 傻不傻 走 诶你看 你看 我还能看个宣传片呢 而且这个屏幕分辨率啊 有一说一 还是很好的啊 下来的同时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个手机其他的这些硬件吧 我们看一下它的外观啊 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个啥 不是一个耳机孔啊 这感觉像个手电筒 诶 真的是一个手电筒 研究一下手电筒 哦 它是一个遥控器 也就是红外发射器 然后看一下这个相机啊 相机 看一下它的解析度怎么样 哦 哦 哦 还是很清楚的啊 包括手上的纹路 看的是非常清楚啊 而且这个色彩 还算行 就有点偏白了 红的颜色少了很多 我选摄摄像头 然后它这个位置有点奇怪啊 当你自拍的时候 你可能正对的屏幕啊 自拍是这个样子的 我给大家拍一张 直接就拍 拍到你的大下巴 就它是从一个低角度 往上拍的 这就把人家拍到很大 就如果这样子的话 很大 但对女性朋友 好像也挺好的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还有些什么 有意思的软件呢 这个遥控器怎么用 添加设备 空调 我们来添加个空调 低了一下 真的开发 哇 这东西有点赞啊 有点厉害 牛皮啊 直接就可以控制空调 而且只需要输入一个品牌 不用像露露指纹一样 对着它 露露一堆的什么信息啊 之类的 直接就可以 这个太厉害了啊 而且这个非常实用 我觉得特别的实用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 咦 咦 这些其他的功能都不太行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手机的外观 这个外观其实刚才忘记看了 它很简洁 只有一个插卡的卡槽 然后什么按键都没有 这么多按键 怎么说是什么的按键都没有呢 我是说侧面按键真的是没有啊 那还是很简洁的 来说一下它这个按键啊 我觉得 这个按键其实是有点做工不太好的 你看 这个歪了 这个是明显歪了 然后这个也是有一点 而且缝隙很大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王者荣耀下的怎么样了 这个2.13G的王者荣耀呢 已经下好了 我们直接 给它安装起来 你还防沉迷 我这稍微拐下弯 你就防不住我的沉迷了吧 但是有一说一啊 学生朋友们 千万不要在学习的时候玩游戏 像我这种年纪的时候吧 你就会后悔 当初读书的时候 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啊 OK 我们看到 出于安全考虑 以禁止您的手机安装来自此来源的未知应用 我同意啊 禁止还是什么 直接就跟我讲禁止安装了 他不跟我说浏览器的问题 你看 禁止安装 请通过应用市场安装应用 应用市场里面也没有王者荣耀 这该怎么办呢 嗯 我先研究 研究它一晚上 看它到底能不能安装上啊 A few moments later 经过昨天晚上 一晚上的努力 我给它下了点 软件 这个软件呢 主要是游戏 吃鸡和王者荣耀 咱们现在来点亮屏幕 哗 诶 诶 诶 看到了吧 我下了4个 诶4个啊 这个其中呢 这个 哩哩哩哩哩 它是内置的 内置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 方式屏 问题大不大 应该不大 买西瓜 诶 看 这个弹幕这么多的情况下 它还是顺畅的显示出来了 非常的清晰 虽然它这个分辨率不是很高 但是看这个视频很清晰 诶 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长按点赞三连 吃鸡游戏 哎呀 这个游戏吃鸡的话 应该是 嗯 眼睛会瞎吧 好我们现在开始游戏啊 直接匹配 诶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按键 来操控这个人物呢 用按键吃鸡 哇 这就很反人类啊 这这这这 屏幕都不对啊 按键是不能用的 按键居然不能用 什么情况嘛 那我们只能 操纵我们的 这么小的这个十字键啊 还还还没什么问题啊 哦哦哦哦哦哦哦 诶 这里有个人 这里有个人 这是我们队友 这老哥居然抢在我们前面 去偷我们的物资 跑过去 这是个机器呢 我们让他狙击 OK 我们已经用 AKM杀了一个人 这个什么 东西全给他捡了 从未见过有如此 厚颜无群之人 干键玩吃鸡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现在换王者荣耀 我直接来一个 对战 OK 我们现在 已经进入游戏了 把一个新制服的 变速冲击 不卡 一点不卡 除了这个触摸按钮 有点小 也要摆出豪外的自材 其他都没有问题啊 这人来送了吗 是最好的防守 干我 你想干我 这人 这么凶了吗 不错 这个还能操作呢 你看我这个位移技能 我要先测一波 你还能撞到我 撞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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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位移技能 直接直接直接 撞下它 撞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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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关于它是最强的老年机 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错不错不错 学生嘛 就要好好学习 不要想着拿来破解 拿来安装各种游戏软件 不可取 好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评论点赞 关注我 拜拜